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继续宋夏战争的第二部分 这时候呢 两军已经摆好了振兴 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说石平地雪树寸 平与贼皆以燕月事对斥 李元昊的军队可是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他们在这已经等的太久了 他们也不想再多给一分钟给宋军让他们来休息 于是他们率先发动了进攻 先头部队涉水过河 然后在岸边慢慢的向前推进 后续部队快速跟上 他们希望以优势的兵力给宋军以致命的一击 但是宋军也没有等他们把兵力都集结好 在他们的大部分部队还在合中央的时候 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时 宋军率先发动了进攻 为首的就是大将郭尊 郭尊首先冲入了敌阵 杀出了一条缺口 但是敌人的兵马实在是太多了 阵型太厚了 郭尊和他的副将带领重将士们 就在西夏的阵营中左冲右突 把西夏的阵型搅得大乱 等郭尊他们返回本方阵营的时候 西夏兵已经死伤了好几百人 这无异于给西夏军一个当头棒喝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猛的宿军 西夏军稍微调整以后 又再度发动进攻 这时候从西夏阵营中冲出来一个西夏的勇士 点名要挑战郭尊 郭尊应声而出 几个回合以后 一铁杵就把这位西夏勇士的脑袋砸烂 史书上也记下了这一刻 说两军皆大呼 我相信西夏军是惊呼 而宋军是欢呼 这时候西夏军有点懵 但是李元浩毕竟是一个沙场的老将 他略做调整 先头部队渡河后并不急于发动进攻 而高高的竖起盾牌 等到后续部队完全到齐以后 以人多的优势来碾压宋军 这是他的如意算完 但是那边对面的刘平可不是犯用 刘平这次带动部队发动了更迅疾的进攻 这次的结果 西夏军损伤更为惨重 满地都是掉落的盾牌 在河中间溺死了数千西夏兵 但是刘平这边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刘平本人左耳和左径都被见射伤了 鲜血淋漓 可以想见啊 这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已经是带头冲锋了 所以他才会受伤 刘平那时候是多大年龄呢 刘平呢 按史书记载 他是在天保六年出生的 也就是在公元972年 战争爆发的时候是1040年 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一元六十多岁的老将 身先士卒 所以宋军的士气是大震 这时候西夏军已经被赶回了河队岸 丢下了上千具的尸体 刘平这时候看看自己身边的那些将士们 个个鲜血淋漓 疲惫不堪 毕竟他们都已经连续的走了六天的路程 在这么寒冷的气候下 而且在这里又经过了将近大半天的血战 体力已经消耗干净了 士兵们看着他 也许在等刘平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再继续打下去 我们还能打下去吗 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时候就等着刘平来做一个抉择 是退还是站 刘平没有选择 就像他最初没有选择一样 而且李源浩也没有给他更多去选择的时间 李源浩的又一波进攻开始 这次李源浩出动 青旗兵快速过河 以最快的速度对宋军发动了冲锋 这时候宋军就稍微的有点慌乱 这时候整个队伍就往后退了20步 就这20步就导致了这场战役的最后的结果 虽然说这个结果在之前已经是命定的 但是这个20步以后 这个结果就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刘平在队伍稍稍后撤20步以后 准备调整队伍重新迎战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自己队伍的后方出现了一些躁动 他回头一看有人逃跑 谁啊 就是那位黄德河 就是半路接应看来的那个将军 他带着三千兵马率先逃跑 这黄德河的部队啊 并不是像刘平啊 石原孙啊 郭尊他们的部队啊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跋涉才到这里 他们是半路过来的 所以说他们的体力应该是最好的 他们应该是这支队伍中的生力军 但从这场战斗一开始 黄德河就躲在队伍的后面 等他看到部队往后退了20步的时候 他预感到好像要大败的时候 他率先逃跑了 这时候刘平别无选择 他一方面命令自己的儿子去叫住黄德河 一方面呢 又去命令手下亲兵去约束逃跑的士兵 因为在战场上啊 这个逃跑就像瘟疫一样 会在军队中蔓延 这时候如果不及时约束的话 那就是一场溃败 刘平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重新集结部队 需要时间约束住就要溃逃的士兵 这时候整个的宋军都在往后退 西家军看到了他们胜利的曙光 他们知道这场仗他们已经定了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阻挡他们的进程 除非这个人是个疯子 可是这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疯子 一个人单枪匹马 冲向了西夏军队 在整体宿军都在往后退的时候 他一个人冲向敌人 谁呀 大将郭尊 郭尊呢 在史书上是没有对他有更多的记载 出生年月都不知道 只知道他是一个将军 是一个都监 而且还记载啊 他是开封府人啊 已经有四个年幼的孩子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郭尊那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岁 在这场战争中郭尊就体现出了北宋将士中像岳飞杨在兴那样的勇将的特色 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冲向敌阵 他这时候不是为了什么荣誉金钱功劳 其实他知道他出去必死 但是他必须要冲过去 他必须要为刘平调整阵型争取一点时间 国尊冲上去以后 西夏军队一片慌乱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的宋军 他们以前在征讨回湖也好 征讨吐蕃也好 他们都没有见到这样的勇士 他们有点被打蒙了 所以整个阵型就稍微的滞后了一点 就滞后的这点时间 就被刘平争取到了调整队型的时间 郭尊在敌人的阵中杀来杀去 西夏军还设置了半马索 准备把郭尊活擒 但是呢 郭尊都神奇般的挑开了半马索 继续冲向敌人 最后毕竟西夏兵马太多了 郭尊实在冲动了 最后西夏兵乱箭齐发 郭尊和他的马一起战死了沙场 而在这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内 刘平约束住了士兵 这时候他手下又集结了一千多名的宋军 一千多名的宋军面对15万的西夏兵 他们依然顶在了西夏军的前面 没有后退还在站 其实这无异于唐臂挡车呀 但是就这样的唐臂却和这15万的西夏军整整缠斗了三天时间 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三天时间呀 当然了这三天时间不可能是这一千多人的宋军和15万的西夏军 面对面的硬扛 他们采用游击的战术 打一打就闪一闪 打一打闪一闪 但是一直纠缠着西夏军 打到三天以后 首先退却的并不是这一千宋军 而是西夏的15万大军 为什么西夏军可能也不想打了 你们这些死缠着打 我杀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 我要回头去攻占延州了 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刘平呢就带着这一千士兵啊 在周围的一个小山包里头 修筑了七个营寨 所以啊 由此可见 刘平这名将领啊 还是很有军事素养的啊 在如此乱战之后 还能够很快的稳定下来 一点不慌乱 建立了七个营寨 营寨建了没多久 西夏冰就来劝降 让他们投降啊 说你们都是勇士 现在你们可以投降了 刘平呢 对这样的劝降呢 是嗤之以鼻 他手下将士们 也对他们也是置之不理 最后西夏军在劝强无效以后 对刘平这一千名宋军 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毕竟只有一千人 经过一番血战 刘平手下一千 一千士兵全部阵亡 刘平十元孙两位将军被俘 至此啊 三川口战役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一万名宋军阵亡 两名主将被俘 一名逃跑 而李元昊这边呢 在大战的硝烟过后 李元昊并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 一鼓作气拿下严州城 而是选择了退军 全线后退退回到了西夏境内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历史上啊 对这一点有很多的猜测 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李元昊的军队呢 并不善于攻坚啊 他们只善于平原作战 面对延州城这样的大城 他们选择了知难而退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天气寒冷 他们的预寒衣物不够 所以不得不后退 还会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宋军已经成功的侵扰到了李元昊的后期线 西夏本土受到了攻击 所以李元昊也只能选择后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元昊知道宋军的援军已经快到了 所以他不得不后退 这几种说法呢 我觉得像天气寒冷的话 我觉得是很站不住脚的 因为你很难想象北方的士兵会比南方的士兵更加怕冷 相对于北宋的士兵来说 西夏兵应该有更强的抗寒能力 至于不擅长攻坚 李元昊之前攻打吐蕃 攻打回湖 他都打了很多漂亮的攻坚战 所以说李元昊会打攻坚战 不会是因为严州城城高而往而却步的 宋军的背后对他后期线和他本土的侵扰 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北宋的徐怀德将军这时候已经率军成功的进入了西夏的本土 对整个西夏部队后防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至于援军嘛 在刘平率领部队和西夏军死战的这几天里的援军一直是遥遥无影 所以援军之说似乎也站不住脚 我觉得哈 有两个原因是导致李元昊部队在这个时候没有攻打延州而选择了后撤 第一就是宋军的侵扰 严重影响了他的本土的安全和后勤补给 另外一个就是李元昊经过与刘平这一万多宋军的这场激战以后 他对宋军的战斗力不得不做出一个重新的评估 李元昊可以说是机关算尽 他所有的计策都在范老夫子的配合下完美的实现了 最后就把李平这支军队给折腾成了一支疲惫之士 而且在兵力又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却和李平这一万多人的部队打了一场惨胜的战役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这是李元昊绝对没有想到的 他没有想到会遇到宋军这样的抵抗 而且宋军的战斗能力 战斗意识和拼命的精神 也大大的触动了李元昊 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宋军 他难以确定在将来的延州之战中 他是不是还会遇到同样的宋军 而这样的抵抗又不是他所能够承受的 于是在这两个原因的作用下 李元昊选择了退军 所以可以这样说 刘平对李元昊的这次誓死一战 挽救了延州城 如果没有这几天时间 宋朝的部队也不可能迂回到李元昊的后方 而延州城也不可能充实他的防备力量 而更重要的是 刘平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震慑了敌弹 使李元昊必须重新评估宋军的战斗力和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以说三川口战役虽然说宋军失败了 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但是刘平和他所属将士们的死战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好了 这场战役结束了 战后 那位逃跑的黄德和恶人先告状 首先向上司禀告 说是因为刘平十元孙他们临阵确敌逃跑 导致了三川口战役的失败 当时仁宗知道以后很震怒 马上就下令把刘平的家眷 他们的家给封起来 把他们家里人都抓起来 但是仁宗皇帝在震怒之后 马上就清醒过来 他也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他就让文彦博去彻查这件事 文彦博又派了庞介去异地调查 最后当然是查明了真相 他们找到了两个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士兵 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于是刘平十元孙郭尊这几名大将 都得到了大大的褒奖 他们的家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抚恤 而黄德河逃兵这个败类 最后被仁宗下令出以集刑 不是砍头是腰斩 腰斩于延州城下 那么最后被俘的刘平和石元孙这两名将军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因为当时北宋的官方的人都认为这两名将士已经是在战斗中阵亡了 但是后来发现这两位将军的实际上是被俘了 结败福几年以后啊 当时宋国跟西夏又重新恢复了关系 以后呢 西夏国呢曾经把石元孙又送回了北宋 这时候 北宋才知道石元孙将军还活着 但是呢 按照中国的传统 中国对于被俘的士兵也好 将军也好 那是很难做到善待的啊 这个很多例子我就不展开了 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这个跟美军的传统是不一样的 美军认为你已经进了你所能做的一切 你最后你在不能改变什么的情况下 你选择投降 你回来以后 依然是英雄 但是呢 在中国的传统中 截裂的思想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不成功责成人 那你要是活着的话 那就是一个耻辱 所以呢 石元孙回到宋帝以后呢 就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这种环境下 后来也是因此郁闷而死 但是呢 即使石元孙回来了 当时的皇帝呢 也没有追究他家人的那些责任 至于刘平呢 有很多种传说 有人说刘平被俘以后呢 就到了西夏国 甚至在西夏国娶妻生死 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刘平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怎么可能还娶妻生死呢 这完全是故意的往英雄身上抹黑 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击 实际上是想动摇北宋的军心和民心 刘平呢被俘以后呢 西夏军对他进行劝详 但是刘平坚决不从 最后呢 有一种说法是被西夏军杀害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平将军最后绝食而死 在三川口战役以后呢 西夏军队呢第二年又卷土重来啊 又和宋军在好川口和定州一带发生了两次大战役 这两场战役呢 我们今天就不能再讲了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三川口战役 最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让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 刘平 石元孙 郭尊 请大家记住这三名将军的名字啊 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好的 本期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和转发 最后还是那句话 您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再见